這個套件上面它有一些是我們既有的一些模組 像Wi-Fi的模組各方面模組 全只要透過一些簡單的層次控制 它就可以把一些資料跟雲端的資料能夠整合 然後就能夠控制這整個靠近 包含例如說要控制一些計電器 控制一些溫度的一些監控等等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個套件用很快的方式就可以把它組合出來 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董事張垂宏 親自說明內涵主機版的開發版套件包 自己動手做的教材設計方式 讓金融市長林又昌大為肯定 最重要的是能夠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讓我們的同學可以上手 也就是說這個科技的東西跟它的距離不會那麼的遙遠 那也可以激發引起孩子們的一個興趣 它很快就會有成就感 也就是說它經過套裝的一個設計跟模組的一個組裝 它很快可以得到一個成果 這個會動 這個會亮 這個會響 或者是有其他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學習的一個過程 為了讓科技教育向下扎根 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與金融市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 除了捐贈300套AIOT開發版套件包 更提供金融市推展城市教育及AIOT相關的私資培訓課程 對近年來推動智慧教育有成的金融市來說 簡直是如虎添翼 我們金融市作為一個槓桿 或者是作為一個典範發展的一個城市 我們在智慧教育這一塊投入非常多的一個心力 所以今天是有點如虎添翼 那個聯發科的這個我們的基金會 文教的這個基金會 科技的這個基金會跟市政府來合作 我們就能夠往前跨出更大的一步 金融市政府教育處方面表示 透過與聯發科的合作 將城市教育及AIOT 智慧應用的相關課程導入國中小校園 鼓勵老師運用相關科技 誘發學生自主學習興趣 未來有機會投入科技新興產業發展 為國家培育更多科技人才 記者張祺彤金融報導